好主播記者在柴北士林的陳德路這邊可以看到呢 在現場呢是有一棵超大的榕樹被整根連根拔起 可以看到在這個樹的根部呢是盤根錯節相當多的根 但是呢還是不敵這個颱風的強勁風勢 整棵樹是被連根拔起導致這個倒塌 那也可以看到在一旁的這個柏油路也是因為樹倒塌的關係 是有損壞的狀況 那再往上面看一點呢 在這個樹倒塌的時候呢 也有牽扯到了一些電線的部分 那麼呢在這個現場呢 是已經有清運公司的人員來到了現場來做整理 我們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打算會清多久 就是盡量弄吧 就是以不要影響到旁邊的住家為原則 盡量弄這樣子 首先會先怎麼處理 我們就是切啊 切下來之後再把它運出去啊 那可以聽到清運公司的人員表示說呢 是在上午八點多的時候接貨 那第一時間呢就立刻來到了現場 並且呢找來這個吊車把人載到高空 切除一個一個的樹枝在載運離開喔 而據了解這棵榕樹大約是有五十多年的歷史 樹高呢大約有五層樓 這次不敵卡努的強風倒塌 幸好沒有壓到員或者是機車造成損害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情況 主播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